寫《基本法》的時候 完全沒有想過要做一地兩檢 因此我們就要從《基本法》的原意探求 以及在現有條文裡面 可以支持到最後三步走這個方案的條文組合而成 第一,香港有一個公道自治權 我們是接著《基本法》第七條 是有權中任一個地方出去的 第二點就是香港自己本身 有獨立本自己的關稅或海關的權 這個安排也都符合《基本法》 當時我們想像前瞻香港要發展 因此在《118、119條》裡面就說 香港政府是有這個義務、有這個責任 去發展我們的經濟和協調各方面 有關經濟、民生、社會的發展 這一次一地兩檢整個過程裡面 香港自己本身是討論了我相信超過五年 而香港的立法會是通過一個無約束性的動議支持的 香港和內地的政府大家商討 司長、局長、飛來飛去有兩年 還有內地是經過國務院研究者的授權 被內地由廣東政府代表和香港 簽了合作安排 之後國務院提醒一個報告 由人大的法律委員會研究完它的提案 然後再到常委會研究 就認為提出三步走的方案 是可以給一地兩檢一個鞏固的法律基礎 這個不是對基本法的釋法 不是解釋第十八條 常委會是利用監督權做一個決定 我批准 決定本身因為已經有中國憲法上的最高法律的權力 所以在香港來說是有約束力的